大家好 歡迎來到文化視野 我是李方 我們上一集聊到了 害怕孤獨的代價 比孤獨本身更大 自古以來 當我們被社會的群體接納 並共同面對威脅的時候 好像一切事情就變得很容易 因此 人類天然的害怕孤獨 並用各種行動 比如一些娛樂 社交等等 去逃避一個人的獨處 但是遺憾的是 人可以在社會當中學習 卻只能在孤獨當中成長 當你渴望內心的強大時 凝望孤獨的深淵 必然是終其一生的必修課 有位心理學家認為說 孤獨它是人類體驗的一部分 與自己坐在一起 無論多麼不舒服 都可以重新的審視自己 如果我們將大部分的時間花在與其他人在一起 那麼我們總是必須時時的在線 獨處的時候是充電和放慢速度的好時機 幫助我們更深入地了解自己 享受獨處意味著 你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第七點 你的過去並不是你的未來 除非你自己選擇 住在那裡 每個人都有過去 現在和未來 無論我們是否願意 過去都是我們重要的組成部分 花一些時間回憶過去是必要的 回顧那些讓你畏缩的決定 經歷的艱難和動搖 會幫助我們更好地應對線下的狀況 但是如果你在過去花了太多的時間 一遍又一遍地重播事件 你可能會成為它的囚徒 並被永遠地禁錮在過去的傷害裡 過去影響你是誰 但並不能定義你就是誰 實際上 這是教育的目標之一 幫助人們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 以不同的方式理解他們的經歷 實現不同的思維方式和對問題的反應 在這些實踐中付出的努力使我們能夠 在一定程度上讓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人 經歷塑造了我們是誰 但並不能控制我們可以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們總能從過去當中吸取教訓 讓自己變得更好更堅強 第八點 人生就是選擇 沒有完美的選擇 人生就像一條路 有些道路通向單身或婚姻 有些通往權勢或名利 還有些通往貧窮或孤獨 快樂或悲傷 勝利或失敗 在做出選擇之前 你並不知道這條路會把你引向何方 是停留在原地還是選擇新的征程 往往困擾著很多人 因為你最終要到達的目的地將取決於你所有的選擇 很多人因此在做出選擇的時候陷入了恐慌 甚至因為太過憂慮而原地踏步 全心全意地去愛一個人不一定保證會得到回報 獲得名利不一定保證幸福 可能的結果太多了 你唯一能確定的是做出選擇承擔後果 不要害怕改變 更改路徑切換車道或掉頭重來 都是人生的一種體驗 人生沒有一步路是白走的 只有做好準備並願意全力以赴 那一切皆有可能 9.不要為了給別人取暖而自焚 做一個給予者而不是犧牲者 有位作家有一句名言 他說 不要為了給別人取暖而自焚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一個人不應將他人的需求置於自己的幸福之上 尤其是不能為了取悅他人而過分地委屈自己 甚至自我內耗和傷害 雖然慷慨和幫助你所愛的人沒有錯 但有一個限度 當你把自己完全交給別人時 你就陷入了過度的自我犧牲 心理學將自我犧牲定義為為了他人的幸福而放棄個人的利益 這意味著你否認自己的某些個人需求 壓抑你的情緒或忽視你的感受 具有自我犧牲的人總是很忙 全神貫注於他人 因此生活在不斷的壓力之下 往往會與焦慮 抑鬱 怨恨和倦怠 疲勞感做鬥爭 可以做一個給予者 但不要做一個犧牲者 只有你愛自己的時候 你給自己的愛才有意義 十 時間和經歷能讓痛苦變小 每個人的一生都難免經歷情感上的 精神上的或身體上的痛苦 無論你正在經歷怎樣的煎熬 一定都聽過這句話 時間可以治癒所有的傷口 其背後是一種假設和期望 只要有足夠的時間 痛苦就會逐漸消失 但實際上時間並不具備改變任何事情的能力 治癒我們的是在時間的旅程中 我們越來越豐富的經歷 心理學上對此有個解釋 假設黑色的圓圈代表生活的經歷 紅色的圓圈代表傷害性的事件 當我們隨著年齡越來越豐富 體驗越來越多時 傷害性事件看起來就會顯得越來越小 因為痛苦不僅來自痛苦本身 還來自於它在你生活中所佔據的百分比 你的傷害性經歷可能曾經非常大 但隨著經歷越來越多 黑色圓圈越來越大 紅色圓圈就會看起來很小 第十一 沒有什麼是永恆的 這一刻就是最好的 使生活獨一無二和有價值的事 你永遠不會在同一時刻經歷兩次 所以珍惜當下很重要 人世間沒有什麼是永恆的想法 不應該讓我們感到悲傷 相反 它鼓勵我們充分利用一天中的每一刻 因為我們的時間是有限的 你的生命不在你出生和死亡的時刻 你的生命就在現在和下一次呼吸之間 當下此時此地是你所擁有的全部生活 正如一位知名的作家所言 當你回想過去或擔心未來時 很難活在當下並享受其中 你無法改變你的過去 但你可以通過擔心你的未來而毀掉現在 吸取過去的教訓 規劃未來 你越活在當下 越享受當下 你就會越快樂 第十二 即時的清理障礙物 別讓煩惱越來越多 當生活中有什麼事情困擾你的時候 無論是血裡的沙子 拖欠已久的家庭作業 校園的霸凌 辦公室的煩心事 記住都要正視問題 聚焦矛盾 並盡快想辦法解決 因為煩惱只會越拖越多 只有先解決煩惱或問題才能真正易牢永逸 否則一粒血裡的沙子拖久了 也會讓你忍不住放棄全世界 最後 健康的生活很重要 你只有一個身體 感受這個世界盡可能的多去體驗 對於人生來說很重要 但你需要一個在體 這個在體就是健康的身體 大多人在意健康 都是從失去健康開始的 很多人沒有意識到 你能掌控自己的生活 從你能掌控自己的身體開始 體魄健康生膽魄 身體健康少精神問題 多病往往與多災相聯繫 也與多愁優序有關 有研究也證明 你所有的外在表現大多都和你各個器官的健康相關聯 如果你覺得生活糟透了 卡殼了 放下手機 多一點睡眠 去散散步 吃點營養的美食 鍛鍊鍛鍊身體 你會發現 讓生活好起來 其實很簡單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感謝你的關注 如果喜歡 記得訂閱點贊 我們下次再見